台中市鎮賭國小日前參加了世界青少年創科發明展選拔賽 勇多了一金一銀一銅的佳績 其中金牌作品連通直升牆獲得評選青睞 將代表台灣參加10月在印度的世界大賽 不過出國經費龐大 為了籌措費用 同學們利用校園種菜來意賣 而立委洪辭中得知困境後 決定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 幫孩子們一元出國比賽夢想 仔細講解創作發想 三位就讀神剛俊讀國小的六年級學生 靠著研發連通直升牆 在IEYI世界青少年創科發明展選拔賽當中 勇多金牌佳績 將代表台灣參加10月在印度舉行的決賽 但因為苦無經費 同學們只好利用校園種菜來意賣 小朋友知道他們要出國是興奮的 可是這個夢很難達成 就算校長要幫他們達成這個夢 其實也是蠻難的 那因為我們學校全校都在推食農教育 這是平常很多小朋友都在做的食農教育 就由這個為開端 所以小朋友就是種這些蔬果的東西 然後再來去做義賣 校方表示 同學們運用所學的食農教育 開始在校園裡種植玉米高麗菜等蔬果 並將販賣所得的菜錢用來籌措履費 但因為種的量不多 因此履費還多缺許多 幸好立委洪慈雍得知困境之後決定向中央 來爭取經費補助 才終於讓孩子們能夠一元夢想 畢竟我們鎮獨出去台北之後 台北再出去就不是鎮獨民生 而是全台灣的民生出去比賽 那很高興這個國教育 也協助了17萬的一個經費喔 那再加上教育局 以及這小朋友他自己種菜的一些所得 那獲得這20幾萬的一個經費 那終於能夠在今年10月份 順利的來到印度來出賽 我想這是小朋友他們要 站上這個國際的一個舞台 然後去完成他們自己夢想 然後去表達他們創意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協助這些小朋友 下方表示出國旅費一個人大約 需要4萬5千元對學生來說負擔傷當重 如今有了各界幫忙 不僅能夠讓孩子順利出國圓夢 開拓眼界 也期盼在接下來的競賽當中 為台灣再度夾擊 介紹波和台中常報導